這套我可以說是我今季的心靈化 鏡花所謂的清泉 避難鎖 心靈綠洲 有人會認為是科文社的 老實說科文社 科文社做太多 它有那種的制式 而且它始終涉及了一些賣弄女角的元素 有些魔女元素 我們接下來要說這套《飛行魔女》 它是賣的那種心 如果你說《飛行魔女》是鄉村 但它也是涉及角色的有趣行徑 但我覺得這套不是著重點在角色身上 是在於他們生活的細節 生活事件 其實很少了 很久沒見過這類的 很認真的 說一下 我很久沒試過一倍出去看完這套 重點一倍出去你不會覺得很充實 你不會浪費了25分鐘 味道很充實但很慢 我覺得它和Long Bioli會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在於是什麼 Long Bioli 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它會用一種 一種好像dead air 然後它會播一段音樂 然後大家停止了 但其實 《飛行魔女》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類似的dead air 但這些dead air 其實是什麼呢 是一些角色的反應 是傻氣的 我想著說我應該怎樣應對 或者我想著你做的什麼呢 那種好像是突然之間當機了 那種感覺 有些不同的 首先你明白 Long Bioli 其實是現實世界 他講得說 你小孩想這些東西很奇怪 我不會明白 但這裡是魔女做的東西很奇怪 很有趣 我想留意 多看一會 或者這樣說 其實跟我身邊說的東西 他將魔女的東西 已經融入了在日常生活裡面 其實魔女裡面 就算他們用的一些魔法 最特別的 或者最可以引人全部的 其實都是飛行 飛行已經是最普通的 過多用 你反而是弄些什麼糖果 去魔女之家喝茶 那些活動 傳送 聽你講 你最誇張的那些法術 全部都是阿西去處理 整個不知哪個湖 變成山水畫 那是哪個越南來的 整套東西 最好的就是 不會說很賣弄 或者說一些設定 其實他將設定融入了 就算他有一個很特殊的身份也好 其實他都有他的日常生活 不過他的日常生活 會和你的細節有不同 有一點不同 但其實大致都是一樣的 所以才能夠融入 就是阿貴 他們這一家人裡面 但是你是能夠接受到那種少少不同的 沒有說你的職業不一樣 我職業學了你就是魔女 那做些事日常生活不一樣 沒有分別的 就是拔一條式叫草藥 因為其實草藍 不曼得拉草 他很強調一件事 那節奏裡面說 魔女只不過是一個身份 跟他將來想做什麼 或者是他一定要做些什麼 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說他只不過是說 魔女也是公務員 魔女也是農夫 魔女什麼都可以 職業 只不過做事前提下 我是一個魔女 我有魔女有的一些特殊的能力 應該說他有魔女的身份 也有人類的身份 兩件事是合起來的 就不是說完全 我是另一件事 就不是說 當我是魔女的時候 我的人的身份就沒有了 就是所有法律都不關我的事 我喜歡殺人就殺人 我喜歡射光牌就射光牌 不是這些東西 不是這些東西 感覺是很舒服的 味道就是在這裏 就是整個故事裏面 就是阿曾琴這個角色 其實與其說他是一個魔女 其實他比較偏向人 他只是什麼呢 他像是一個龍褲 我覺得其實跟他的做法有點相似 因為始終就是 你看到這套東西的魔女 其實他是一些很自然向的魔女 你覺得他是一些善用自然 踩於自然 你覺得有點像煉丹那類的 感覺上 甚至我覺得他有點像德魯伊那種感覺 很崇尚在自然的環境裏面 他不會去干涉太多的東西 不會用魔法去做一些人不會做的東西 或者突然間我要統治世界 至少現在沒有這種理解 應該關乎他們的生活確保 可能主角他們就 我也是龍褲 我要發田而已 阿叔給發田 我要研究一下 有些是有經驗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對這個設定來說 魔女只不過是一個人知道這件事之後 不會宣諸於口 但是其實你看到整個陣裏面 在現有的陣裏面 每個人都好像說 魔女的身份其實不是一個很神奇的身份 連家庭的婆婆也知道你是魔女 我婆婆也知道你是魔女 婆婆有個魔女朋友 對 有魔女的朋友而已 對 所以你看到那個節奏 他一直在走 就是究竟魔女怎樣 在這個普通的生活裏面 究竟他做些什麼 他會發現到些什麼 尤其是他發現的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很平常的東西 有種是什麼呢 因為他去那條村是一個比較農村類型的小鎮 不是都市 所以其實有很多你不會在都市看到的東西 而他裏面也是用了千夏這個角色 其實千夏這個角色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表現那種鄉村少女 他是一個什麼呢 如果我說洛洛比羅里是一種超級系的農村少女 那千夏這一種就是真實系的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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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他那種有那種純真味道 但是洛洛比羅里那種是有一種什麼呢 他是一種 惡搞的 他是有一種小條筋的態度 你覺得這個正常人是不可能會這樣去想 但是你那種就是 年輕人入世未深 還沒被這個現實的殘土擊倒底眼的話 其實都可能會有很多這樣的心態 你會在這個年紀的小朋友看到 你小時候看到動畫的魔法少女 我也是做魔法少女的 我小時候會這樣想的 那很合理的 看到魔女在家裡 有人說我都要做魔女 有趣的問題 有興趣的 還有其實他跟大部分我們看的魔女 魔法少女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首先第一他不是做戰鬥 第二就是他不是一種很依賴魔法去做很多東西的東西 就是他是一些你解釋不了的東西 用阿薩瑩最喜歡說的就是 他就會用這些東西 或者其實他想做這些所謂的解釋不了的東西 很多時候是課分的 未必是一些有用的 不是他不是各樣的東西 就是他生活上不是各樣的東西都靠魔法 就是譬如你 這個是由曾琴那個視點裡面 看到曾琴是一帶他家姐是很努力的 所以他其實去到後面 其實他魔女的角色反而是被阿西做了 他反而就近乎於千下那種角色 只不過他的年紀比較大一點 他把他的魔法融入了他的生活裡面 純粹是一個什麼呢 他是一個輔助 而阿西那種就是什麼呢 其實魔女才是他的主要 是的 才是他的主要 還有就算他介紹其他魔女也是一樣的 其他魔女也有自己的生活的節奏在裡面 跟其他人也會有所不同的 好像無論開咖啡廳也好 開占卜店也好 這些都好 每個人對他自己的魔女的生活不同 亦都是對應他主題裡面說 魔女其實都是你想做一個怎樣的魔女 很自由的 他有一點下木有人像的味道 就是有一些好像妖怪那樣 或者一些很特別的 妖怪化 但是他這些的現象就是 都是一些很叫什麼 我們平常見到的 他是純粹是把一個自然現象形象化出來 讓你去見到的一樣東西 春節搬運工 搬個春天里 還有一個晚上 晚上還說 晚上未來之前 那我就有空 那我就不用工作了 就是這一類型 你覺得是一個很形象化的 你覺得 其實很多叫做什麼 一些概念性的東西 其實都會有一個擔當的角色 他會有一個 你知的時候 他形象化了 你就覺得很有趣 還有就是另外一個 其實我覺得 都會Serve 到一班觀眾的東西 就是其實 你喜歡動物的話 這套東西 對動物的那個 他有一群是貓的 你說你 貓 那當然 難怪你這麼高評價 我不會否認我不是意思 加分 貓固然 貓其實是花了很多時間 千代也好 或者是阿西那隻貓也好 他們兩隻貓其實是 還有一隻倉鼠的 有貓投影 他們會有自己的一個動態 或者自己的一個生活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人的角色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 所以其實是挺有趣的 那些都好像懂聽人話 懂聽 他們是懂聽人話 而翻譯的一定要由 魔女那邊去翻譯 還有專門的學位 很厲害 肯定是一個研究人類學的大師 其實所有的貓 是貓養的 還有就算你去到很小的 咖啡館的時候 其實狐狸 或者那隻甲蟲 其實他都有很多動物裡面的一些 就算我第三集裡面的野雞 你都看到 他捉那些動物的神粹 他捉得很足 不是說一些貓以外 他其他都捉得很足 你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他有些角色就是由了 不是人去擔當 就是由了一些動物去擔當 所以你變成就是 有很多時候就算 可能說 就算是農田那一幕 野雞的擔當的角色就是什麼呢 他給那些角色 和那些角色去做一個互動 做出來沒錯 種農田那裡 其實一大半集裡面 其實他沒有那個什麼 就是種種野雞 比較一些角色 每個人的反應也不同 其實你會看到就是 他沒有什麼起伏 但是你會覺得有多有意義 很難捉捉的 就是你要做同一段劇情 但是其實我又沒有什麼特別的爆端 純粹是用那個角色 去跟某一些很平常 我們建開的時物 去做一些互動 其實也不能做到動物 那些位置做得太過火 他不是笑的 但是他不是有趣 應該說他不是做到那個有趣是什麼呢 你認為你生活上不會遇到的 即他那種有著 就算和一些魔法有關 就算見到一隻狐狸 都有一些動態 其實他用動物 都是這一點 一些動態 你見到其實 我們有時都會 可能見到一隻動物 旅行的時候 見到一隻動物 我們都會停了在這裡 可能五六分鐘 我們只看一隻動物 有什麼那麼有趣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 但是真的覺得很有趣 就是他隨便在這裡 不知手在動動動動 哇 好搞笑 其實我也是在捉緊那個感覺 我明白 當時我每個鎮 雪山就在那裡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但這種是旅行 你見到一些很平常的事物 或者是什麼 當然這裡他用的就是 一些農村裡面 就是我未見過一些不是都市的東西 我們見到一些 我們平常少見的東西 就算是那個農村裡面 是一些很常見的東西 我們都會覺得很新奇 而這個新奇就不是說 我突然之間見到一隻鬼 或者突然之間跟你說 你是什麼武林高手 或者我給了一個特殊 我要挑戰你 我要給你一個特殊能力 這些那麼挑戰 就說你覺得 不可能會遇到的事 他那種東西全部都是說 你會有機會 生活上會遇到的事 而在遇到的事裡面 發覺到一些樂趣出來 他還要用魔法這個概念去展示 而那些樂趣也是跟著 你的天性 因為其實裡面的另一個核心 都是說 那些角色的性格是很自然 但是他詭隱了他的哥 他的哥是磅獨 他哥跟魔女交達只是 他的哥是他的農夫指導員 翻譯機 還有他爸爸的翻譯機 方言翻譯機 變成他妹妹的出場氣氛 比他更多 因為他妹妹之後 他立志做魔女 但是弄到東西就完全心會向 但是我覺得是今季裡面 或者其實近年都比較少 很少 近年都比較少 這類就是比較 清潤 去除了很多所謂叫做 動畫會一些很特別的元素 純粹一個很直觀的 去一個生活向的作品 我覺得這套是近年比較少的 這套是 未來應該都還有一套的 都是類似的 那即管聖母醫大 是不是 聽新翻 今季有避難所 不知道是否口味 我們去下一套